大家好,我是川崎泰泰 我是Nalako 今天又回到我們聊聊日本現實的時間囉 耶 今天要聊什麼啊? 今天我要來介紹很重要跟旅遊相關的知識給大家知道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在著名觀光景點或周遭啊 可能會碰到的一些靈異地方或是不祥的地方 老師要講個故事給大家聽喔 沒有,不是要講故事 我是真的希望大家去觀光這些觀光景點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是知識,不是鬼故事 了解 我不會是想要講什麼青霧原樹海或者是全民隧道這一類的吧 不是,那些真的是超級超級靈異的地方不建議大家去 觀光也不會去那麼可怕的地方吧 你說的也是,那到底是哪裡咧?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真的非常平易近人的地方 我們總共挑選了四個地方 一個是東京,一個是大阪 那另外兩個地方是Nalako會介紹 我介紹的是吳岡,還有跟仙台 這四個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大家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所以要大家特別小心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個地方 首先呢,我們要來介紹第一個地方的位置就在新樹區 新樹本來就是外國人會去逛街會住的地方對不對 對 那新樹區呢,它其實非常的大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呢 就是在新樹區裡面的一個公園叫做滬山公園 那這個公園呢,本身呢,有兩區 一個是在大九寶區 一個是在香根山這一區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地方呢 要小心的是在香根山區 這個公園呢,其實井林就是新樹站出去 只要步行20分鐘 所以呢,很多的觀光客在Shopping啊完之後呢 就會順便去那個公園走一走 而且它剛好也是很有名的 找到遍大學的隔壁的公園 大家就會常常去 那呢,這個滬山公園 它其實是江戶時代的 偉章德川藩的 Stayashiki 就是它建的房子 那呢,它就在這邊呢 建了房子跟美麗庭園 然後還造了一棟人工山 所以它叫做香根山嘛 那呢,這個山其實還算蠻高的 總共有44.6公尺 所以呢,你只要爬到這個山啊 你就可以去欣賞整個新樹的階級 而且它是免費的 所以很多人呢,會上去看漂亮的新樹 那它其實呢,也是一個很知名的新樹的賞鷹地 所以大家都會來啊 對,所以它是一個很精華的地區 很多觀光客的地區呢 但是呢,其實呢 東京人啊,晚上根本不敢靠近它 真的假的 這麼漂亮的一個地方 沒錯 那原因是因為啊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 滬山公園呢 是班主建造的嘛 對不對 對,那進入明治時代之後呢 這裡就被改建了 改建成呢 大日本定國的陸軍護山學校 也差太遠了吧 軍校 那日本呢,二次大戰之後呢 這裡就一直關閉 一直到1945年呢 這邊的滬山公園呢 才被改建成現在的樣子 那在這時候呢 就開始頻頻出現一些靈異現象 最著名最著名的傳說呢 就是呢 如果你晚上的深夜呢 到那個山頂啊 你會聽到男生的錯氣聲 不是女生 是男生 等一下跟你說為什麼 那另外呢 還有很多人說呢 他只要到這周遭呢 到比較深的地方呢 就會看到有二戰時穿著軍服的人呢 站在那邊 然後那個軍服的人就是臉是黑的 而且他們講的話呢 你都聽不懂是什麼 那他們就說呢 事實上呢 這個1989年之後啊 因為曾經需要再實工程公園嘛 那在地下其實他挖出了 100多群人的白骨 這也太可怕了吧 對 那呢 在發現白骨兩年後呢 就日本人一直在調查啊 那就發現呢 這些白骨啊 是1991年 大概呢 是10年已經去 是10年到100年這個範圍 那裡面呢 有男生也有女生 但男生比較多 3.1 所以這可能就是因為男生 在錯氣的原因 那呢 裡面的人種呢 是什麼的呢 蒙古利亞 複數人種 而且呢 他的那些骨頭裡面啊 都有很多被鋸開 磕開 用刀刺 有槍傷 等等的痕跡 非正常死亡 對 非正常死亡 這真的 跟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個是 可能有關係 所以就有一種說法說啊 這些其實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呢 拿來做人體實驗的犧牲者 犧牲者就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日本其實有做很多人體實驗 那這個滬山公園呢 其實呢 他就是在 剛剛說是陸軍學校嘛 那陸軍學校的旁邊就是 陸軍軍醫學校 也就是說呢 如果大家有一點點熱資呢 很多人都會聽過 731部隊 聽過 就是那個日本最殘忍的部隊 可能他們在東北這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道具 對 然後在 聽說在韓國啊 跟中國都有做這些人體實驗 在開發這些 兵器跟化學的一些藥劑 對 那呢 他們就說有可能 他就是在那邊呢 731部隊就在這邊 嗯 那呢 因為非常殘忍不忍道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是有很多 後來啊 日本的軍人也出來證實 這是有這件事情的 那日本人當然自己也是 非常不正同 非常的生氣的 對 嗯 那呢 這一代呢 靈異傳說呢 就從這邊慢慢的出現 那有沒有什麼要特別跟官邀建議 就不能來了嗎 當然不會不能來 因為這裡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 它還是很漂亮的觀望景點 尤其是賞花盛典 就是大家的晚上 不要這邊遊蕩 我們就早上去玩玩 然後早點下山 然後早點就出去就好了 然後不要在那邊太晚 或到太深裡面的地方去遊走 這樣就可以囉 好 那這樣就沒問題了 嗯 那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地方呢 就請娜娜來幫我們介紹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陣地呢 移轉到了福岡市啦 那這個地方呢 它就叫做 那正確來說呢 其實呢 它不是一個地方 它其實是福岡城裡面的 一扇門 一扇被詛咒的門 好可怕 對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它的地理位置 其實福岡城啊 其實大家去福岡玩 大家就會知道說 它其實就是在那個 整個市中心 是最熱鬧的地方 它從天神站走出來 大概只需要花15分鐘的時間 那真的很近耶 對 然後旁邊就是大豪公園 跟福岡美術館 所以其實蠻多人 就是會在這一帶會做觀光嘛 嗯 那這麼熱鬧的一個地方 怎麼會有一扇這種被詛咒的門呢 對 為什麼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就是要從江戶時代說起了 那其實在江戶時代的時候 福岡城它的城主叫做 黑田中枝 嗯 那這個黑田中枝呢 它其實就是在有一次 它去出差的時候 再回來的時候呢 在大阪 帶了一名 非常漂亮的遺跡回來 嗯 那其實它把它帶回來之後 做的人都反對啊 堂堂一個大名 你怎麼可以把一個遺跡 擺在你的福岡城裡面呢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很反對 可是人都帶回來對不對 嗯 這個伴手禮該怎麼辦呢 所以這時候 他就找了一個很親近的進程 它叫做 淺田次郎左衛門 他就跟他說 那這樣好了你就幫我照顧一下 OK 他就可以當你第二個老婆 好 那這個時候啊 因為這個遺跡長得真的非常漂亮 很快的這個淺田次郎 他就被他的美貌所迷惑 嗯 然後他就叫自己的原配 就是兩個小嗨 把他送到了夏日福 你去住了 對 那這個原配呢 就叫做 おつなさん 欸 有聽到那個關聯嗎 嗯 就是其實這個 おつな門跟おつなさん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去想一想 它的關聯在哪裡 嗯 嗯 而且沒有給他任何的 在經濟上的支援 就是把他放到那邊去就對了 被流放 對 就蠻可憐的 嗯 然後呢 其實就是他的日子就慢慢就越來越窮困嘛 然後就到了這個 有一年的這個女兒節的時候啊 那這個原配 他就叫自己家裡面一個男僕人 他就跟他說 你幫我去淺田那邊 幫我跟他說 就是我們的女兒啊 已經要過女兒節了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點錢 至少讓女兒可以過一個 比較體面的女兒節 那這個男僕呢 他就真的就去了 嗯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淺田四郎 他非常的狠心 他就把他拒絕了 噢 真的很 渣男 對 這就是 張露時代的渣男 渣男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男僕呢 他沒有完成任務嘛 所以他就非常的擔心開 沒想到他就自殺了 他就傷掉自殺 嗯 他其實 他本來就一直在忍耐 這個時候他聽到這個男僕 他竟然因為就是被拒絕而自殺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崩潰了 嗯 崩壞了 他做什麼事呢 他把他兩個孩子給殺了 對 然後他全身換上這個白色的白袍 他把兩個孩子的頭砍下來 掛在自己的腰上 天啊 然後拿了一支很大的製刀 嗯 他就決定呢 他要去把這個他的先生 跟他先生的親父 要把他們一次殺掉 嗯 然後他就這樣子去 去到了淺田家的時候 不吵這時候呢 他的丈夫不在家 他進了福岡城 嗯 那他在他先生家裡面有一個就是 寄宿的浪人 他叫做明石燕舞郎 嗯 那這個明石一看到這個狀況 他就拿了腰間的刀 就往Otsuna-san那邊 就劃了一刀過去 嗯 很可憐的Otsuna-san呢 他就離開了 嗯 嗯 他就前往福岡城去 那這時候他就是決心 我無論如何 我就是要找我的先生 去算帳就對了 結果沒想到他到那邊的時候呢 他最後就有傷重補治 就在那邊死掉 嗯 那當時呢 因為他已經全身負傷嘛 所以他的雙手都是鮮血 聽說就是在某一扇門上面 就留下了他的這個鞋手臂在上面 那這一扇門呢 就是叫做Otsuna-san 就是這樣來了 嗯嗯 在那附近的人 大家都知道 其實從此之後呢 Otsuna-san他的怨靈 就是一直在那邊出現 嗯 而且據說呢 只要是在那個門附近的石頭 石圓 草 樹木 跟包括之下呢 你碰到之後 你回去就是會高燒不退 而且會大病一場 那其實他的先生呢 跟把他殺掉的這個名詞也沒有好下場 他的先生在一年之後就得了熱病 就死掉了 嗯嗯嗯 那這個當時可能他一到的名詩呢 也很快的就是因為呢 就是被懷疑有偷竊 就在獄中了被嚴勤拷打而致死 嗯嗯嗯嗯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扇門的周遭呢 其實就受到了詛咒 嗯嗯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說 那這一扇門現在到底在哪裡呢 對他在哪裡啊 據說啊 就是他可能就是福岡城的 這個東玉門這個地方 對 但是呢 也有人說 不是不是 他在更裡面的扇板玉門 那這兩扇門呢 就是他在二戰的時候 其實都被消掉了 哦 可是 也有人說 其實也不是這兩扇門哦 他其實就是在裡面的某一扇門 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 嗯嗯 所以我們要提起觀眾什麼了 其實就是 我覺得去福岡城玩 是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他也是一個就是蠻富含歷史的一個地方 可是呢 就是大家要特別小心 在那邊看到任何的城門啊 或者是城門附近的石原啊 樹啊草啊 就看就好 就盡量不要摸 這樣就絕對很安全 就沒有問題的哦 好 所以就不要亂摸草啊 門啊 跟東西就是了 沒錯 嗯嗯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大阪 大家要小心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說不定觀眾大家都去過 這個地方呢 就是呢 我們的千日潛商店街 我去過 嗨 千日潛商店街 我也去過 它呢 其實呢 大千日潛商店街呢 就是在新災橋啊 走路15分鐘的地方 然後它離那個黑門市場才5分鐘 所以很多人如果是去新災橋周遭逛街一整天 一定都會逛到 一直走就逛到那個地方 沒錯 那這麼有名的地方 怎麼會有這種靈異的地方呢 對啊 那邊人氣超浪的耶 其實呢 這個地方呢 還是大阪的靈異地排名第三名的地方 哦 真的假的 對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沒有像之前的故事這麼久 它其實就是追溯回50幾年前 哦 那大家可以記得 現在那邊是一個很大的big camera 在那邊呢 以前有一座百貨公司 叫做千日潛百貨大樓 哦哦 那在1972年5月13號的深夜呢 這座百貨公司的三樓呢 就串出了火苗 然後呢 火勢開始變大 就一直串燒到七樓 那當時呢 其實因為是非營業時間 所以留在百貨公司 大部分都不是客人 都是工作人員 那因為七樓呢 他們有那個night club 所以就很多人是在那邊喝酒啊 跳舞啊 然後在那邊聊天的客人 對 那因為那個時候 公共大樓的規劃 逃生瓜沒有這麼好 所以呢 很多七樓的人就被困在那邊 都沒有辦法逃生 有些人是直接從七樓跳下去 那有一些人就是 吸入大量的液氧化碳 總計呢 那個事故呢 驅逝了118位 然後有81個人是負傷 所以很嚴重很嚴重 所以他也稱為 日本頭號的公安事件之一 後來為什麼日本的公安 就變得這麼嚴格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那這個靈異傳說呢 就是呢 其實呢在那個火災之後啊 大家以為靈異發生的原因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真的是因為在千日期 大家就有去調查 這個地帶其實在之前之前的江戶時代 它其實就是刑場 而且以前呢 其實就有嚴重發生過火災 那所以就有些人說那這一些這個火災的真正的原因 會不會是以前那些刑場的亡靈沒有超度好 所以導致了這一次事件 然後就抓了很多的代替者 抓交替 對 抓交替 然後所以產生這個失禁 那當然這個謠言當然是沒有辦法去證實 所以呢就大家呢就會覺得 啊很忙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邊會這樣子 那呢 今天剛剛我們也說過嘛 因為去世的人都是大量的工作人員跟喝酒的客人嘛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的人去啊 大部分找上去都沒有什麼大多的問題 然後也比較少聽到說是觀光客看到了一個現象 所以現在還有人看到嗎 還是很多 是那些晚上在那邊禮貨的工作人員 就會看到一些不明的黑色身影 或者是打烊準備回家的時候 就在那個 截梯啊 或逃生機的通道中啊 就會忽然就會消失 就是等於是在那個板貨裡面 他給他一個鬼打牆就對了 對 就會消失 然後就找不到路這樣子 好可怕 那給大家的提醒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我覺得逛街很好 因為那邊bit camera 那邊其實蠻多好逛的 就是很local的東西 但是買完以後就速速離開 不要久留也不要帶到台灣 嗯 的確的 嗯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哪裡呢 接下來我們就到東北啦 最近呢其實蠻多人會到東北去玩 那其中一個景點就是 宮城縣的仙台 那說到仙台啊 其實它的景點都蠻集中的 都是在市中心這個地方 嗯 那就藏在這些景點的中間呢 它有一個當地人都說 絕對不要靠近的地方 它就叫做 八木山橋 那八木山橋呢 其實它有兩個很知名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呢 就是它是動漫 眾書迴散裡面呢 一個知名場景的原型 嗯 那其實如果大家有在看的話 就知道它在第七第八話的時候 它裡面有一個著名的性靈景點 就是在 旗域縣一個叫做八十八橋的地方 那這個八十八橋它的參考呢 其實就是 現在我們在說這個八木山橋哦 哦 對 那它第二個有名的是什麼呢 它第二個有名就是 它是整個 宮城縣的排名 No.1的 靈異景點 它這座橋呢 其實是在1931年的時候完工的 可是呢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已經累積超過了兩百多個人自殺了 所以也是一個自殺生地 它是個自殺生地 而且很兇哦 後來正統呢 就是直接在這個橋的旁邊 就是架了很高很高的鐵網 就是不希望讓人家去做傻事嘛 可是即便是這樣 到現在都還是會有人 就是要攀躍那個鐵網 要跳下去 因為它下面就是一個斷崖 如果我們看一下整個的地圖 就可以知道 其實它的位置呢 就是在兩個著名景點的中間 它在仙台城跟八木山動物園的中間 而且這兩個景點其實才距離1.5公里而已 所以如果啊 就是對當地沒有那麼熟的旅客啊 它可能看了一下 它就會覺得說 欸 反正我從仙台城看完 這邊只距離到300公尺 我就過這個橋 就過去就好了嘛 才走一下走林嘛 其實一般人我們都會這樣想 但是這邊我們一定要建議觀眾 就是千萬不要走過去 的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其實那座橋 它沒有特別設計給行人走的步道 所以其實在那邊走旁邊 有車子經過是蠻危險的啦 那第二個就是 它真的其實是當地人都建議 不要靠近的一個地方啦 好可怕 那它有什麼樣的靈異傳說呢 它的靈異傳說就很多囉 其實就蠻多人就是在晚上都會看到 自殺者的靈魂會在那邊出現 有看到 那更多的是 就是那邊其實是一座橋嘛 很多車子會經過 很多的這個駕駛都說 它經過的時候看到有一排的人頭 在那個橋這樣子 其實如果只是看到的話 或許大家還不會覺得那麼危險 我們會這麼建議觀眾 這次不要接近 就是因為它還有很知名 就是它會抓交替 嗯 就是當地的學校的學生啊 他們喜歡試膽嘛 那就有五個學生 他們其實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就去這個地方去試膽 那在這五個學生呢 他們去的時候 其實當下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想說 反正沒什麼啊 就還好啊 那我們就回家吧 有三個同學就先回家 那另外兩個人他們想說 那在回去之前呢 我們去便利商店買到東西吃好了 所以他們就開著車 到便利商店 那一個人在車上等 另外一個人就走下車 就沒有回來 你走下車的沒有回來嗎 就是他們一走一出去 他就再也沒有回來 然後在車上的那個人呢 他等了一下 他想說奇怪 他難道是買一買就回家了嗎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打電話去他家問好 結果他家就說 沒有啊 他沒有回來啊 然後大家等到天亮 還是都沒有回來 這之後他們就報警了 那警察就去搜查 很快就發現 去便利商店的這一位學生啊 他已經躺在那個橋下面的斷崖了 對 這個是真實的事件 那大家就覺得說 不管是他的家人 還是他的同學 就覺得他其實當下的狀態 其實都很OK啊 就是沒有人會覺得他會 會去殺 對沒有錯 所以其實大家就知道說 這邊其實呢 會抓交替 所以 我們要建議觀眾什麼呢 因為說真的 他本身也不是什麼很知名的景點 只是說 可能就是在景點的中間 你很容易經過 所以大家就特別 注意就是不要經過都不要靠近就好啦 嗯 好 那今天呢 介紹大家四個景點啊 就是大家呢 都是在很著名的觀光區的 裡面或是周遭 所以大家呢 如果有去到這個區域呢 就是要小心哦 盡量不要接近 也不要去亂碰哦 嗯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觀眾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 按讚 訂閱 然後下面可以留言 分享一下呢 那你有沒有知道 其他比較神秘的景點在日本呢 嗯 掰掰